英文佛法 离苦得乐 近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 刚刚我们大家前程 事实要共焉共要事以轨 甘露以轨回向 可以说是这几天来最强烈的超度加持 相不相信 所以对佛法的了解 以及持戒发心 所以你的这种力量就会越来越明显 那为什么因为为了要帮助众生 所以这个叫积极资粮 所以说我们资粮 越圆满 那利他的功德力就越大 所以就能够感召佛菩萨更大的加持 那这样就可以进化 帮助更多的众生 这就是生命的意义 当然各位常听 生命的意义本来就是很痛苦 活着真的是很无奈 所以时时刻刻都在不小心 都在痛苦的状态 一下腰痛 一下不舒服 一下那个事情有变化了 所以这些变化无常 痛苦在逼迫着我们 那是因为我们懂了佛法 除了可以超越痛苦 还可以旧苦旧难 所以对这个生命的痛苦的逼迫 各位要有那种非常强烈的 处理心 太痛苦了 就像把你丢在海里面 载浮载沉 一下喝海水 一下快淹死 你唯一想做的 就赶快上岸 所以脱离轮回苦海到彼岸 但是回头一看 百千万亿的父母众生 都在那边载浮载沉 六道轮回苦海 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尽各种方法 救度他们 拔度他们 所以而发起 愿成佛的菩提心 但是所谓菩提心 解决不是脱离 众生苦 就在时时刻刻在帮助众生苦里面 来累积 浮费质量 甚至 生生世世 轮回在这个枯海里面 就像我常讲的故事 各位都听过 有四个人在 大沙漠里面 结果呢 没有水 没有食物 沿途看到死了很多人 很恐怖 现在唯一的希望 就赶快找到有水的 绿洲 结果来到一个地方 看得高高的 不知道那边是什么 其中一个人就希望 你趴在 蹲在底下 我踏过你的肩 到底看那边有没有水 结果一蹭过来 哇 那边 是个大绿洲 有水果 有水 啪 他就跳过去了 所以第二个人 就跟他 那赶快你再蹲着 他放去 哇 他就跳过去 第三个 也请人家帮他 跳过去 结果第四个 猛力自己一跳 看到了 哇 真的有水 他没有跳过去 他又下来 为什么 悲心 后面有这么多沙漠的人 都在找水找事物 他们都快死了 那如果我现在跳过去 就没有人知道 绿洲在这边了 所以他就回到 沙漠地区 开始积极的 告诉每个人 每个在找水 找事物 那边只要跳过去 就OK了 是因为如此 他就生生世世 生死在沙漠里面 这个对他来讲 叫涅槃 为什么成佛还要化身呢 所以成佛目的 他就是希望有这个化身 能够去救度众生 虽然他已经完全知道 一跳过去就过去了 但是他不入涅槃 因为对他来讲 生命的意义 就是在轮回里面 让所有沙漠的众生 都脱离轮回 脱离痛苦 这才是他生命的 唯一的意义 所以这就是成佛的状态 慈悲 就像观音菩萨的救苦救难 我想心在极乐 最主要是我们心超越了痛苦 但是生还在娑婆世界 广度众生 因为你如果跳过去 你就不愿意再回来了 所以菩萨不正入阿罗汉 所以像弥勒菩萨一样 不入圣神禅定 不断烦恼 因为流霍论身 如果他断了烦恼 他就不知道别人痛 修行又要像妈妈一样 儿子女儿一痛 妈妈那个痛 没办法形容 虽然不是妈妈在痛 但是妈妈那个心痛 没办法形容 所以如果我们正入阿罗汉 我们就不能感受到 其他众生的苦跟痛 所以我们对众生的苦跟痛 要比其他的人感受百千万一倍 这个叫大悲不舍众生 你在做皇帝很跋扈 你在做有钱人很那个 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对方的苦 所以怎么样去帮助他 那我们要时时刻刻去这样做 所以为了如此 所以你要欧玛的北面 希望这个诸佛菩萨的悲心 加持我们的心 成为一个有感性的 能够感受众生苦的心态 所以要一直的祈求悲心 因为如果你离开了慈悲 佛法的基本就是慈悲 对自己慈悲或对众生慈悲 但是真正的菩萨是对谁慈悲 来 对佛慈悲 怎么叫对佛慈悲 佛他的心脏就叫跳出来的 众生都是他的独生子 在那边生死轮回 你能够直接去救众生 那不是对佛慈悲吗 所以慈悲起来是供养佛 所以有人把你的独生子救起来 那你这个做父亲太感谢他了 所以佛菩萨是用他的空性来定住 定住就是让他能够 虽然很苦 但是他永远不遗弃众生 所以将来帮助众生 因为对佛菩萨来讲 慈悲就是他的生命 诸佛菩萨以大悲为体 因为有众生故 所以生起大悲心 为众生故生起菩提心 那当然我们就必须要不断地去 观修慈悲心 那也要把自己的痛苦转为慈悲心 因为你没有痛苦 你就忘了其他生命的痛苦 好 各位手上有一个莲花生大师教研 然后呢 一开始我们会念一个莲师奇请文 可能这上面没有 没关系 各位就跟着念 然后奇请莲华生大师的加持 那莲师的教研 这是伏藏的 伏藏就是他留下来 安排在不一样的时间 请他的化身 这些伏藏师取出来 那取出来的目的 他就要在那个时间去利益 当时候的众生 我们念一下奇请文 各位就看着莲师的相片 奇请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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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要念的了 就是莲花生大师的心脏 所谓伏藏有些拿出来是真实的物品 加持力不可思议 所谓心意伏藏 它就是藏在这些伏藏 就是诸佛菩萨的心里面一样 所以现在所讲的这些法语 是莲花生大师对我们的悲心 希望我们能够按照这样去做 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离苦 才可以帮助众生 就像世间想的苦口婆心 就是希望我们离苦 所以各位要文史修 听文 去想这句话 真实如此 要这样的去做 去保持正念 不要被世间法 不要自己去找痛苦 所以有时候 就像各位刚刚修 要事仪轨 修观音仪轨 也要这样子修 升起大悲心 发起不利心 思维空性 变成莲花生大师 释放诸佛 就融入于 莲花生大师的身口 以何为一体 开始我们在观想也好 读诵也好 修仪轨也好 念咒语也好 这个时候 就真实的在上宫下师 所以你的念头 能够相续不间断的 保持这种心意 然后你就像一个 不断发光的太阳 一直在把黑暗消除掉 把痛苦消除掉 所以让我们成为 人间的光明灯 那是造佛塔 人间的菩提塔 让所有众生接触 得解脱 那我们要把各种的修行 不管你是念佛 诵经 打坐 读经典 那是你用行为 去利益众生 就像各位 短期出家 我们没有个人的形象 大家穿一样 吃一样 每个人都显现出自己的 这种本性 佛性 本尊 都可以 这是我们要学的 那因为观音菩萨 普门视线 那不一样的时间 不一样的因缘 我们都显现出 不一样的发心 形象 来利益众生 所以刚刚各位做过 药师佛 做过四倍观音 现在我们跟联华生大师 合为一体 来帮助众生 念出他的心意保障 好 一 此生的一切都是表面的实相 因此不要担忆在希望与恐惧之中 而是要训练自己了知一切都是幻想 好 希望就是爱 我希望得到 恐惧就是怕 所以各位 你现在万法 都是虚幻的 离一切相 不能被他这个红色黄色快乐痛苦 执着的 所以呢 此生的一切都是表面的 所以并不是真相 所以不要为这个快乐痛苦 要训练自己 这就是修行 了知一切都是虚幻 不是真实存在的 就像彩虹一样 就像天上